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4月22日 四川省西昌市琼海庐山风景民胜区管理局发布通告称 目前庐山游览区正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庐山景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全面暂停对外开放 当日琼海庐山风景民胜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 此次关闭细受3月30西昌金酒香森林火灾影响 暂不能确定景区开放时间 据南都此前报道 3月30日下午西昌市金酒香突发森林火灾 火势迅速向庐山蔓延 寧南县专业铺火队共计21人驰援 31日1点20分 由于风向突变 风力陡增 18名铺火队员和一名当地向导不幸牺牲